曾经联盟中有三大惹不起,雷霆新秀,火箭就将,热火短工,如今,一个新的惹不起宣告诞生,76人对新秀,如果说凯尔特人三巨头开了巨星抱团的先河, 那76人对则是将相信过程做到了极致,2012年NBA季后赛,76人在首轮完成K8奇迹,以4比2战胜了罗斯率领的芝加哥公牛队,但自此开始,他们便一局不振,进入了漫长的摆烂,在长达四个赛季里,76人对疯狂输球,甩卖球员,不断堆积选秀权,通过不懈努力,他们获得了两个状元签, 两个探花签,还有不少前十顺位的选秀权,但他们似乎也将自己的运气用光,大比恩彼得,2014年以探花秀被76人对选中,但他早在选秀之前,就接受了右脚硬力性骨折的手术,整个恢复过程十分漫长,他只能通过电视观看选秀直播, 而新秀赛季,也只能宣告报销,2015年8月,恩彼得再次接受了脚步足卓谷移植手术,连续第二个赛季宣告报销,直到2016到17赛季,他才正式登上球场,本西蒙斯,2016年NBA选秀,他在首轮第一顺位被76人对选中, 2016年7月,在参加完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之后,他的脚步出现了伤情,之后便进入了养伤,2017年2月,76人对官方宣布,西蒙斯因足不伤事缺席,为2016到17赛季的全部比赛,恩彼得方才回归,西蒙斯便宣告报销,马克尔·布尔兹,2017年NBA选秀,他以状元身份被76人对选中, 76人对连续两年获得状元,十分幸运,但不幸的是,2017年7月9日夏季联赛,在76人对阵勇士的比赛中,傅尔兹不幸左脚踝扭伤,最终被队友搀扶着离场,上赛季,他仅仅出战14场,场均7.1分38注,再次赛季报销,2018年NBA选秀,76人对从太阳队,换来首轮16顺位签, 选中了扎耶尔·史密斯,76人对新秀受伤的魔咒还在继续,北京时间,2018年8月11日,76人对官方宣布,史密斯接受了左脚骨折修复手术,一场比赛没打,他就进入了五线七休战,上赛季,76人对在大帝恩彼得和西蒙斯的强势发挥下,取得了52胜30负的战绩, 并在季后赛打进了次轮,他们的摆乱终于宣告终结,但似乎摆乱花光了他们的运气,几乎每个赛季都有新秀赛季报销,似乎作为新秀不受伤,就不能称之为76人队的新秀了, 好在76人队的队一还算可靠,受伤以后的球员皆有不错发挥,下赛季,状元富尔兹将强势归来,东部是否会陷入被76人队新秀支配的恐惧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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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